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结婚两年了 孩子多大 孩子十个月了 男孩女孩 男孩 特喜欢 挺喜欢的 谁给你生的 我喜欢生的 你媳妇生的 你还知道 看资料上说是通过没人介绍认识的是吧 对 相处了一年结的婚 对 婚前和婚后没什么变化 就是有孩子和没孩子之后变化很大 是吧 对 今天谁要来啊 我 想干啥 就是不想跟她过来 她的变化太大了 都不想跟她过来 对 好嘛 她有哪些变化 你慢慢说说吧 就是没结婚之前吧 对我还行 还行 生完孩子之后吧 就是总是挑三拣四 就是嫌我不这儿个不那儿个 然后有一次呢 就是说饭都做好了 就每天下班回来都是我做好饭了 都盛在碗里吧 然后那天我说饭做好了都在锅 你自己盛一下吧 我说这都闹着孩子呢 她说你给我盛吧 我说你自己盛一下呗 她说那个 你不给我盛饭 你天天在家待着都干啥呀 就这样 我就没给她盛 然后她就摔摔答答 骂骂答答的就那样 她呀 对 那我得外边干一天活 让她给我盛个饭能啥的 你在外面干什么活了 干小工 我要干啥吧 她也不让干 一直都是特别特别体谅她 反过来到最后呢 她还不体谅人家 就是一直的 就是我一直在包容着她 然后呢 她就是变本加厉的 就是脾气越来越大 她现在大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有一次孩子都感冒了 就发烧 我说吃点推草药 看看 我说药不行的话 等到晚上你下班了 我说咱们开车带孩子去看看去 她说行 答应特别痛快 等到晚上五点多钟 孩子又发烧了 发烧了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儿呢 她说我这就回去了 我说那行 我说那你回来吧 我说回来 咱们带孩子上院去验个血 到底这是病毒性感染 还是什么感染 她说行 就这样 等到回来呢 看我就是咱们到孩子 就是我们鞋橱上 有一个就是 就像一个钳子似的那样东西 就包就给砸过了 说你天天不给孩子吃药 啥啥都等着我回来呀 就这样 然后就把花盆 就给我凿碎了 后来我也没支撑 我说你到底是去是不去 她说那走外 就骂骂咧咧的 然后就带孩子就去了 那我早上让你 给他吃一硝烟药 那你不给他吃 要不明天你在家带孩子 我去 我上班去 那你自己不会带他去医院 还得等我回来 那啥啥都等我呀 十个月孩子乱吃什么硝烟药 还好意思摔花盆 就是后来了那个 我说咱们先去上医院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这不就去了吗 她就坐在车呢 就开始埋怨 我说哪 那个在家看孩子都看不好 还给孩子看出毛病来了 你说我在家看孩子 我也不希望孩子有病毒在 你说孩子有病毒在 我也着急不是的 然后她就埋怨一到 后来呢 等到下了车了 我自己一个人 就是带着孩子上那院 她都不管的那种 你说说为啥不管啊 我在外边干活挺忙的 也没空管呢 她在家看孩子就行了 去医院你为什么不管啊 去医院我管了 我没不管 那你为什么在前面走 你不是说帮我带着孩子 人家你在前面走 你还要说累死你 是你说的不 是 为啥啊 谁让孩子 他给孩子整生病了呢 那我给孩子整生病了 那下回就这样 你要是说谁给孩子 看不了生病生灾的 你就让谁看你 我就出去上班挣钱去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 我打算就是说 自己干点啥来着 然后就是一边带孩子们 一边干点啥 然后他总是不让干 他肯定不能让你干了 他让你干了 他怎么办啊 做不了爷了你知道吗 他就总不想让我干这 干那 什么都不让你干 碰到这种老公一定得干 你想干嘛 我想自己开个就是那种的服装店嘛 就是连大孩子 然后呢就是说连自己卖点什么 就是说多了不挣 最起码挣个连挖墙嘛 然后他说拿你一个月 连两双鞋三双鞋都卖不出去 还干啥呀 在家带着你看好你的孩子得了 他以前从那个商场打工那 那经理说他一个月连两双鞋都卖不出去 你看见了吗 经理跟我说的 经理找你跟你说的呀 我找那些经理跟我说的 你啥找回去了 你当初卫生嫁给他了 瞎了眼睛了都 瞎了眼睛了 您接着说 还有别的吗 有 就是有一次吧 就是说我说天暖和了 我说咱们带孩子出去溜达溜去 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 都待成郁郁了 一动不出去 因为我家孩子就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带 自己带啊 对 就是我一个人带 自在出生开始就是自己一个人带 厉害厉害厉害 后来了我说你带我出去 咱们出去就说咱远处不去 咱可近处溜达溜达吧 然后他说那啊 溜达啥呀 我一天天挣钱多不容易呀 还总出去溜达去 哪有时间总让你出去呀 就这样 当时在家待着你的得了 带好你的孩子就这样 那时候我心事还是挺小的 出去爱感冒 然后我天天上班也没空 刚才你媳妇学的是你的原话吗 别人在家待着出去 是 你咋那么嘚瑟呢 这个确实挺气人的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说就耍呀 耍了我也没搭着 这事就过去了 过去了然后有一次就给孩子买 就是那个买东西嘛 然后正好我也没有化妆品了 没化妆品 我说那个 我说咱俩出去绕着 我说我买她化妆品嘛 我说没有擦脸的了 我说现在这又换季了衣服 就是说生完孩子 只能是以前的衣服 只能是穿不了了 他说那啊 那个凑合穿得了 那个擦啥擦呀 谁像你天天的擦这儿擦那儿个呀 我说你看你 我说又花不了多少钱 至于的吗 就不种不让买 啥也不让买 你也不出去买黄的品干啥呀 有那钱给孩子买来买粉 谁都出去都擦都抹都抹都带的 我又不想说跟人家攀比这 攀比那儿个 那我处处都替你想 那你为啥不站在我的角度 替我想想呀 你也不出去 我哪没站你角度想 那你站在我的角度想 你为啥回家就得跟我耍 跟我作呀 那你在家连个孩子都看不好了 那我看不好了 那人家现在跟我 正大的小媳妇 脏根强的你都知道 公公伯伯都带你带 你爸你妈身体不好 门给我带 全都靠我自己 还咋的呀 谁家那天天的公公伯伯 都把饭菜都给做好了 到我这来 全都是我自己 把饭菜给你做好了 你回家呢 下班回来 袜子一双不洗 全都得我给你洗 你自己洗过一双吗 孩子衣服你给洗过几家 问你的 没洗过 我这外边干活也不容易 一天天也挺辛苦的 希望他也能谅求我一点 你周围的哥们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呀 差不多 啥叫差不多呀 人家就是咱家那边的 跟咱们结婚差不多的 人家天天带媳妇干这干那 媳妇说买啥就买啥 人家天天在上公公 跑步那头吃起 我自打生了孩子之后 我上你妈你爸 都吃过几回饭 你自己怕是良心问问你自己 我爸我妈身体不好 我再说 是呀你爸你妈身体不好 我体谅你的时候 你为啥不站在我的角度 为我想一想 你就咋不说早点回家 帮我带带孩子 我去做点饭 哪怕早起起来 你帮我做一点饭了吗 每天早起起来 我不跟你做饭 你都骂我 饶我 问你呢 你在家里咋说的 还是接着说呗 我在家里也没咋饶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事 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那个女生 这么说的时候 没人会去说她说 你就应该自己带孩子 其实我们说的是 如果父母能帮着带 那是你的幸运 对吧 对 她做得好就在这儿 反正家里面老人确实有这个情况 我也不抱怨 但是她这个抱怨 并不是抱怨老人不帮着带 而是抱怨自己的先生 不知道疼她 是吧 对 你听得懂听不懂啊 听懂了 你今天来干啥 来想让她跟我好好过日子 她 行 那你说 你想让她怎么跟你好好过吧 我就想让她谅解我一下 你谅解你什么吧 谅解我在外边干活挺辛苦的 然后 那好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你有义务管你儿子吗 有 那你干嘛不管呢 我也管 我到家有时候吃完饭 我也看孩子 我也没一点也不看 我能吃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诚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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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的手好吗 挺好的呀 不能自己成饭呀 能 非得摔花盆啊 这手不挺好的吗 干活的手 劳动人民的手 为什么摆出一副大爷的样子 你看你今天在我们面前这状态 又谦虚又谨慎的 回家就跟媳妇使劲 回家横去 还想她好好跟你回家过日子 她还得怎么好好过日子 自个儿辛辛苦苦在家带孩子 你上班最多一天十个小时吧 她一天24个小时 半夜起来不用喂奶啊 不用换尿不吃啊 不用给你做饭洗衣服脱地啊 她还得怎么好好跟你过日子 我今儿坐这儿 你不跟她走了今天 行不行 她跟你离行不行 你告诉告诉我 不行 不行 还是没人看 你看 就不给你看 你不说了吗 累死你 这是老公该跟媳妇说的话吗 人凭什么跟你在这儿受气受累的 你这不欺负人吗 全职妈妈就真的是非常辛苦和不容易 我建议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跳出来 你说得对 去找一份工作 我倒不建议你说一定要现在就去自己做生意 其实可以先学习一些东西 找一份工作 先自立起来 这老公根本指望不上啊这也啊 对不对 对 她要是不跟你离你能改吗 能改 你回家能干什么 你说说看 回家帮她看看孩子做做饭上去 要是有时间的话 给她盛饭吗 我给她 有时候给她盛饭 我抱着孩子 你再不给我盛饭可毁了 那我饭都给你做好 你干啥不给我盛啊 行 就定个规矩 如果今天她不走 你每顿饭都给她盛饭 行 行吗 行 我当然是祝福所有的婚姻和爱情 尤其是还有一个十个月的宝宝 所以相爱的时候 存一份感动 冷战的时候 多一些感恩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兄弟你想想 你有老婆 有孩子 是 日子其实挺好的 是吧 是 你不反省一下自己 你不怪自己 你骂老婆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辞职之前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千多块钱 如果卖得好有提成吗 有 也能倒个三千左右 差不多 她是放弃了三千块钱的工作 回家来带孩子的 这个放弃叫机会成本 放弃的这个机会成本 就相当于是她挣的钱 现在对于全职妈妈 这个称呼我觉得也很不好 全职妈妈 她叫职业主妇嘛 好 对吧 她是有经济价值的 你请包姆是不是要花钱 你送到学校里面 哪怕上个早觉是不是要花钱 让任何人照顾你这个孩子 是不是都要花钱 这个钱给你省下 这就产出了经济价值嘛 所以她叫职业主妇 所以我还要回到最最前面去 想想自己的责任 你是一个爸爸 你是一个老公 你要摆大爷的谱 可以 先扛起这个家来再说 听我来说那意思了吗 听我呢 要尽自己在家庭里的义务和责任 是 来来来 其实我也气愤啊 但我听着听着多少 听出一些悲凉 我觉得这个男人身上 可气的成分固然多 还有一种麻木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自卑的 在外边没啥本事的男人 我倒觉得先生 其实你能够在家里 肆意妄为地跟他们生气 让老婆给你做饭洗袜子 这体现不了你的价值 你收获的只能是 这个女人越来越看不起你 看不上你 你想要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家庭的温暖 就不仅仅在外面去好好打工 回家也好好做你的男人 不是要你第三下子地去 哄女人宠他们 平等地去爱 像你需要她爱你照顾你一样地 去照顾和爱她 你才可能拥有一个像样的生活 这是一个坎儿啊 孩子还小 也希望随着孩子的成长 哺乳期的结束 女士能有更多的选择 能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的力量 财务上的 情感上的 这个男人经过我们这次节目的录制 多少能有些反思 能够改改你的习气 好好做一个男人 希望你们能够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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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明白 回吧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来 看这对嘉嘉宾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就想跟他说我错了 我之前对不起他 我希望以后他好好跟我们过日子 希望他原谅我 没了 没了 回吧 谢谢你 就以为遇见你 没了